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和富贵200指数期货 今天在台湾挂牌 成为了第一个在美国境外授权的交易所 美国纳斯达克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也前来台湾参加启动仪式 五颜六色的LED灯光秀 舞者动感的舞动 象征着新商品活力上市 经管会张传璋副主委 经管会政企局局长张震生 其交所董事长许于哲 还有贵买中心董事长陈永诚 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姚金翔都来庆祝 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 和富贵200指数期货在台挂牌 在国际化以及就是商品的多元化 富贵200的指数期货 nextech100的指数期货 那这个我们是延续我们这一个 国际化的一个考量 纳斯达克100指数代表 美国大型科技类股走势 而国人对5G AI还有物联网等等的 新科技扩展之下 对投资科技类股兴趣更是提升 契约的设计比较小型化 在5500点左右 一口的契约的价值大概29万 108年上半年国人海外投资中 富委托代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 股票走势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纳斯达克100股价指数期货 就超过了87万口 这次推出的纳斯达克100指数 成分股含科技业市值比重 达到了55% 交易人可直接利用 现有国内期货交易账户下单 东森财经经文 张珊刘子腾在台北采访报道